在这段影片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A和B两个人分11糖果 然后ABB多两粒 或者是同样的意思就是BPA少两粒 然后请问AB各分的多少糖果 这个在UPSR里面是属于蛮常见的一种有困难的题目 你看ABB多两粒的时候 有些学生会先做除 所以如果我的那个10除以2 我拿到5的时候 这样我的A等于5加2等于7 然后我的B等于5-2等于3 很多学生他就会讲 A拿到7B拿到3粒 这样的一个答案其实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呢 你看我的7加3是等于10 这个是这样 然后可是ABB多少粒 A-B的话其实是7-3 等于4粒 所以ABB多4粒 所以如果我拿到这样的一个答案的时候 其实我拿到的是ABB多4粒 OK好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拿到正确的答案呢 就是说我们应该先 减了或者加了再来除 所以我的A呢 它会是等于那个10加2除2 OK 然后它是12除2 6 然后它的B呢 就是10-2除2 然后它是8除2 4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A加B 会是等于6加4 等于10 然后我的A-B呢 会是等于6-4 等于2 所以这样才是正确的 所以在这一种类型的题目呢 我们应该先做 加减了再来除 而不是除了再来加减 除了再来加减是错的 加了再来除 或者减了再来除 才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